好,在学完了单词之后,下面咱们看看这个十七课,它的课文部分。 首先,咱们先看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Verizano, an Italian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sailed into New York Harbor in 1524 and named it Anglame. 这句话首先,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Verizano是整个句的主语, 后面两个逗号之间的,这个话横线的写体字, 明显是Verizano的同位语,解释它是谁。 这个人是An Italian,是个意大利人。 然后在同位语中,这个黄颜色的是牵套在同位语中的一个定语总句, 来修饰这位意大利人。 是怎么样的一个意大利人呢?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这个我们在以前说过,know about是知道或者了解的意思。 关于他的事情,很少有人被这个情况,很少能够被知道。 所以放在一块,就是一个显为人知的。 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说。 一个显为人知的这么一个意大利人。 然后Verizano怎么样? 他主句位董事在这儿呢, sailed into New York Harbor in 1524, 在1524年驶入了纽约港。 然后and, and引出并列结构来。 and是并列连词。 他的主语还是Verizano,所以第二句话主语就不用说了。 并且怎么样? and name it Angulam,并且给纽约港命名为安古拉姆。 给某人某物起名字,name,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一会儿说。 这是第一句话大致的语法成分分析。 下面咱们看个细节,关键是同位语里面那个定语总句。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几乎没有什么事儿,能够被知道被了解。 know在这儿不能翻译成这个认识了。 听说过,大概了解,听说。 这个是复习。 咱们曾经说过,know of something, know about something, hear of something, hear about something。 还有一个,learn of something, learn about something,都可以表示, 大概了解,大概有耳闻,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在以前曾经多次说过,叫听说过,听说过,但是know呢,单独使用。 如果是极无动词,可以表示认识。 本文中不可能是有人认识他,这人早就死了。 关于他的情况,很少有人被听说过他的情况。 他的情况很少被听说,这个用的对。 咱们看一个例子,做个对比。 I don't know him personally, though I know of him, wouldn't know about him。 咱们翻译呢? 尽管我听说过他,但是从私人来说,我并不认识他。 两个人并不相识,但是我听说过他的这个名声。 他这个人我听说过,但是私人来说并不认识他。 注意在本文中,用的是know about,是听说。 这个用的是对的,大概能了解的情况,听说过。 那么我们在第15课曾经讲过这个词,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70页的15行到第17行。 70页,15行到第17行。 咱们回顾一下。 George was not too upset by his experience, because the lady who owns the sweet shop heard about his troubles and rewarded him with a large box of chocolates。 还记得吧? 乔治对他的经历并不太沮丧, 因为呢这个常果店的老板娘怎么样? 听说了,并不是听见了,对吧? 听说了他的这个麻烦,并且奖励了他一大盒巧克力糖。 所以这三组词记住,是听说了,大概获悉了这个情况。 这个随意放在一块呢,没有什么事情被听说, 关于他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被大家所听说。 所以放在一块就是咱们说,显为人知的意大利人。 这个翻译是对的,显为人知。 另外注意下本文中这个about这个借词的位置。 大家注意这是有讲究的,尽管这个know是跟about搭配的, 但你发现定语从就没有说成whom little is known about, 而是用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这是在书面译中一个规矩来。 在书面译中,这个关系代词如果做的是借词宾语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咱们在庄重场合, 应该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的前面去, 而不要把它放在定语从就之中。 不正式的英语没有这个限制, 但正规的书面语,尤其是学术文章, 考试里面写作文,最好咱们这么写。 你看举一反三多看几个例子, 这句话是这样,其他话也不例外, 你比如说在本文中第78页, 第12行末尾到第13行, 就在这个书,12行末尾到第13行。 They support the cables from 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 这两座高塔支撑这些钢缆, 钢缆什么呢? 从钢缆上有悬挂的这个吊桥, 这个桥是被挂到了钢缆之上, 我们知道这个from是跟be suspended搭配的, 咱们讲过是挂在什么东西上, 但它没有说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 from, 而用的from 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 你看这是有规律的, 这个规律也是咱们在写作中特别应该重点注意的, 咱们大幕拉开看看是什么, 就是在正式书面译中, 如果关系代词做借词宾语的话, 咱们记住, 需讲借词至于关系代词之前, 非正式文体没有这个限制, 但珍规书面译中, 我们要牢牢实实这么写, 这是容易冲高分的这个作文,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 来体会一下, 先看一个正式的说法, This is the house in which I lived for 10 years, 这就是那一座我住了十年的房子, 这个in which, 这个in放到关系代词前面了, 在非正式文体中不用这么写, 我们可以说, This is the house which I live in for 10 years, 但正式文体中注意in, 放到了位置前叫in which, 这是一个例子, 咱们再看一个, I have read the poem of which she is speaking, 我读过他正在谈到的那首诗, 他正在谈论那个诗, 我以前读过, 但read, 这完成诗要读成read, 过去分词了, 这什么诗呢, of which she is speaking of, speak of是谈到, 他正在谈到那个诗, 我读过, 但非正式文体不用这么写, 我们可以简洁地写成, I have read the poem which she is speaking of, 这样可以还原到定义层里面来, 但正式文体注意, 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 像类似这种表达, 我们在后面文章中, 还会大量碰到, 还会大量碰到, 好了, 本文中这个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直接可以翻译成, 显为人知的, 当然指人的话, 我们用about whom用这个边格, 如果指事物呢, 就是about which, 显为人知的, 咱们看例子, 先把这搭配先拿出来,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那事物呢, 可以用about which little is known, 都行, 都行, 叫显为人知的, 这个定语直接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而且about which固定之后, 咱们都用在书面中, 比方说, Mary和她的丈夫Demitri住在Paraquara, 她说是什么呢, 一个显为人知的希腊小村庄, Mary和她的丈夫Demitri, 这是咱们16课中的两个主人公, 咱们用现在这个句子写出来, 这后在Paraquara先说这名字, 后面Paraquara是什么呢, 跟本文一样, 我们用同位语, 一个显为人知的希腊小村庄, 中心词是village村庄, 它的定语有一大堆, 一个肯定放在前面, 显为人知的, 咱们用定语从句, 关于这村庄城的情况, 几乎没有什么被听说过的, 显为人知的, 希腊和小都修饰这个村庄, 咱们中文可以叫希腊小村庄, 但是英语中呢, 我们有个词句叫大型年薪言国才用, 这个小, 咱们一样可以用tiny, 属于大小那个大, 这个希腊属于国籍, 大型年薪言国, 什么大小在前, 国籍在后, 希腊的可以叫greek,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复出这句话, 看看怎么说, Mary and her husband Dmitry lived in Paracora, 我们解释, a tiny Greek village, 在被定语从句, about which little is known, 同样是个句子, 我们看这句话, 一定是有个深厚英语功底的人写出来的, 为什么, 一看就是内行写的句子, 井井有条, 包括这个词序, 包括显微人质的太长了, 后质, 但希腊和小还有一个, 都是短的放到前面去, 注意, 先说tiny, 再说greek, 这个语序一看都是内行写的, 如果咱们在写作中, 每一句话都这么精雕细琢的话, 何愁, 在写作部分拿不到高分呢, 怎么会中国同学, 亚斯托弗写作成绩, 包括直而易写作这么低呢, 主要原因, 是没有好好学新概念第三册, 第四册, 学完之后, 你发现写作一马停传, 一马停传, 相当轻松, 好, 我们再描述一个人吧, 这是指事物, 描述人也是显微人质的, 张继, 一位显微人质的中国诗人, 但是他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 叫风桥叶博, 确实, 李渡诗篇万口传, 李白渡甫这个诗歌, 答案咱们了解, 那俩人咱了解, 张继这个可能名气就特别小了, 但是他写过有名的是风桥叶博, 风桥叶博, 英语可以发现是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t, moor是小船停泊在某个地方, 这个maple bridge就是风桥, maple是风树的意思, and night是晚上, 张继, 一位显为人质的中国诗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说, 一位中国诗人在用定义松去修饰他, 然后曾经写过一首著名诗歌, 后面本名字也说就行了, 咱们背一遍吧, 先说名字, 叫张继多号, Chinese poet about whom little is known, 曾经写过, once wrote a famous poem, 什么名字呢?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t, 就好了, 这句话也是写起来特别轻松, 当然张继, 原来好多人说成应该写成纪章, 这现在英语中跟中文一般都统一了, 我们中国人名字翻译成英语, 直接可以把姓放前, 名在后跟中文语序一样, 就不至于很别扭了, 你像我像老外介绍, 就会说my name is 李延龙, 就不用说延龙李了, 好了, 那么后面中国诗人, 后面说显为人质的, 然后后面怎么写, 特别好写, 好, 这个显为人质的这个结构, 咱们可以顺便, 包括这次搭配, 同时掌握住, 好, 回到这个句子里面来, 他说, sailed into New York Harbor, 那么使劲了, 纽约港, Habber是港口的意思, in 1524, 1524年, 并且unnamed anguilame, 并且给港口起名字, 叫anguilam, 这个给某人某物起名字, 这可以直接叫双闭语, 第一个闭语是it, 第二个闭语叫anguilam, 就好了, 这是给某人某物起名字, name somebody什么什么, 给某人起名字叫什么, 当然只是事物也行, 给事物也行, 这是起名字, 这个双闭语搭配, 我们看例子, we named our daughter Sarah, 我们给我们的女儿起名字, 叫Sarah, 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给某人起名字, 可以用它, 如果还有一个搭配, 叫按照什么什么, 给某人起名字, 这个结构特别重要, 而且在这颗书中后面就会出现, 常见搭配, 无论是英国, 还有美国, 都可以用after, name什么什么什么, after, 是按照后面这个名字, 来给前面这个人或事物起名字, 按照后面的名字, 给前面这个起名字, 注意后面叫after, 加切词after,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先看一个指人的, he was named after his father, 他是按照他的爸爸的名字, 给他起名字的, 在中国中, 在中国很少有这么一个, 父子同名, 咱们在中国是很难想象, 爸爸叫李延龙, 我的儿子也叫李延龙, 这乱套了就, 这个是乱了辈分了, 在外国不一样, 经常父子同名, 你会发现经常在儿子名字后面加个junior, 在老爸名字后面加个senior, 叫小什么什么, 还有老什么什么, 父子同名, 就是他是按照爸爸的名字, 给他起的名字, 这个感觉也不错, 好像看到我的自己慢慢又长起来一样, 也不错, 指示物也行, 比如说看这个, 叫Tasmania was named after its discoverer A.J. Tasman, Tasmania是在澳大利亚一个岛, 叫塔斯玛尼亚岛, 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个岛, 它是以它的发现者A.J. Tasman, 塔斯曼来命名的, 叫塔斯玛尼亚, 你看以什么什么名字来给这个事情命名, 后面借词不变, 也是用after这个词, 那么还有本文中后面也出现了, 咱们一会儿就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在七十八页的第四行到第七行, 本科书中, 七十八页第四到第七行, Though Verrazano is by no means considered to be a great explorer, his name will probably remain immortal for on November the 21st, 1964,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was named after him, 看到了吧, 尽管Verrazano这个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个伟大的一个探险家, 但是他的名字呢, 却可能会流芳千古, 为什么, 因为在1964年11月21号这一天, 那么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是按照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就著名的Verrazano Bridge, 在纽约至今这个大桥, 现在还蛮好, 叫Verrazano大桥, 这个按照他的名字命名, be named after, 还是用这个结构, 只是name给某人起名字相关的几个搭配, 咱们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好, 我们再看第二句话, 他到了以后怎么样呢, He described it as a very agreeable situation, located within two small hills, in the midst of which flowed a great river, 然后呢, 他立刻发现这是个好地方, 当时纽约可能还没有成立, 但后来纽约在这选址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位置太棒了, 就现在北美第一大城市, New York City所在的地方, 他们的描述为, 是一个非常宜人的这么一个地点, 它位于两山之间, 而两山之间呢, 又流淌了一条大河, 这个位置太棒了, 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句子, 这个重点句了, 它的一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依然可以看到句子主干, He described it as, 这个describe是跟后面介绍s搭配的, 把a描述成为是b, 这描述成为是, 他把他, 这他当然指New York Harbor, 纽约港了, 描述为是什么呢, 引号里面是引述它的原话, 描述为是一个very agreeable situation, 一个非常宜人的这个地方, agreeable表示令人愉悦的, 相当于pleasant,宜人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located从这开始, 一直到巨末, 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一个过去分析短语, 当后置顺语, 修饰先行词situation, 这个地点, 这地点位于什么呢, 位于两山的中间, within two small hills, 两山之间, 然后呢,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定于从具, 修饰这两座小山, in the midst of which, 这个mist就是middle, 就像那in the middle of which, 这个位置指着两山, 就像那在两座山之间, 流淌着一条大河, 这个flow在这, 是一个全部道装语序, 因为前面出现是在两山之间, 是地点位置, 壮于前置, 后面, 主语不是代词, 位于flow不是级无动词, 用了全部道装, 这个咱们一会会说, 这是整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大概在这, 能看懂了, 好, 下面咱们看看细节, 第一个, 咱们先看一看, describe a as b, 把a描述称为是, 注意describe something as, 既可以后面加名词, 也可以后面直接加形容词, 如果直接加形容词的话, 可以看作是省略的being, 这个being, 这个词可以去掉, 我们以前讲过, 如果形容词做介词避语的话, 一般可以看作省略的being, 当然如果名词呢, 就不用加避语了, 就好了,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man was described as tall and dark, and age about twenty, 有人看到了这个人, 可能是当时杀人犯, 这个人呢, 这个男的, 被描述成为是, 又高, 皮肤又黑, 年纪大概二十岁左右, 被描述成为是, 注意as, 后面加了形容词, tall and dark, 在这里面可以看作省略的being, 这being加上也对, 去掉也对, 咱们说过, 来, 这being可以加上, 可以去掉, 再看例子, Jim was described by his colleagues as unusual, 这个Jim呢, 被他的同事们描述成为是一个, 有点不一样的人, 不同寻常, 跟一般人不一样, unusual, 当然可以看作as being, unusual, 这个being在这儿, 可以看作被省略了, 因为这是形容词, 做了介绍s的being, 这可以看作省略being, 把某人描述成为是, 注意s后面, 加名词或加形容词, 都对, 都好, 都可以,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第58颗也出现类似搭配, 就是260页的第27行到29行, 260页的第27行到第29行, 58颗, 最后一句话, 他说, The old lady thought he was a fussy creature, but since the porter agreed with him, 然后呢, he rang up her daughter, and asked for her help, in what he described as a little spot of bother, 这个老太太觉得呢, 这个人呢, 存在是个小提大作的这么一个家伙, fussy就是一点小事, 就咱们都不得了, creature在这不是生物, 是表示有某种特征的人, 就是发现这家伙, 小提大作的家伙, 但是因为这个门房, 看门人呢, 还同意这个人的看法, 这老太太看算了吧, 就听你们的吧, 于是后, ring up是给某人打电话的意思, 这一般过程是ran, 他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并且呢, 请求她的帮助, 什么帮助呢, 他说把这个事儿描述成为是一点小麻烦, 其实家里呢, 被偷了, 这是个大事儿, 老太太很沉得住气, 他把它描述成为是一点小麻烦, a little spot of bother, 大家还记不记得, a spot of, 咱们在第一个圣词表里就讲过, 叫一点什么什么, 这个describe我们的避语呢, 就是前面这个连接词what, 这个what在这儿不是说describe避语吗, 依然是describe something as, 把什么什么描述成为是, 依然是这个固定搭配, 好, 我们再看第59课, 264页的第三到第五行, 264页的第三行到第五行, 59课里边, 看这句话, Those who never have to move house, become indiscriminate collectors, or w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clutter, 那些从来也不用搬家的人, move house就是搬家的意思, 变成了那些不加分辨的收藏者, indiscriminate就不加分辨, 都放在一块收藏者, 收藏什么东西呢, 那些只能被描述成为是, 垃圾废品破烂糊的玩意, 家里针头线脑都不舍得扔, 都存在一块, 这个what在这儿当主语是被动了, 被描述成为是, 依然是describe something as, clutter不可数名词, 就相当于junk, 废品破烂糊, 这是把A描述成为是B, 记住, 如果后面加形容词的话, 可以看得省略了这个b, 这个接词, 这个知识, 我们在以前的第十括说过, 形容词做接词比语, 可以看得省略了b, 回顾一下, 大家可能学完以后忘了, 五十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咱们不能狗熊掰棒子, 学过词的记住, 五十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五十页第四到第六行, At that time, however, she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ship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but was regarded as unsinkable, for she had sixtee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在当时, 然而呢, 它不仅仅是被建造的船中最大的一艘, 而且被看作是不可能沉没的, regarded as b, 这s这个介词, 我们家里形容词ansinkable, 老实讲过, 在这儿可以看得省略了b, 如果忘记, 咱们翻回去, 去把第十课的视频再好好看一看, 因为它有16个不透水的隔水舱, 这是这个介词这个位置, 好, 本分钟呢, 也是这么把a描述成b, 后面加了这个介词后面, 加了个名词, 然后, 谢谢观看